第七个Project是关于大型液压机机架的概率设计分析 我们知道对于有限源分析的话 我们所输入的这个几何材料载荷等等这些参数的话 都是一些确定性的这个参数 因此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的话肯定也是确定性的 但是由于制造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外界因素的这个影响 一般情形下这些参数的话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分散性 那么它有可能满足比如高斯分布 或者是我们的维布尔分布等等的一些分布规律 那么概率设计的话我们将涉及相应的这些问题 首先的话比如说有高斯分布的这样的一些输入参数 那么得出来的这个参数它会是得到是怎么样分布的一些规律呢 那得到了对应的这些输出参数的规律之后 它不满足我们设计准则的概率应该是多大呢 对于随机输入参数对我们后边的这个随机输出量的影响有多大 它们的敏感度是多大 那就是我们结构概率分析的这个目的 那对一个大型液压器的话 我们刚才看它就是一个受到预警外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一个机架 那么对于这个机架的话 它在上下两个面上受到对应的预警力 而内圈的话它又受到对应的一些工作压力 由于制造的原因的话使得机架的这个尺寸 比如说我们是内径R1和R2的话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制造误差 那它所承受的这个载荷的话 也有一定的这个分散度 R1值R2值 还有对应的这个载荷的话 我们假设它是属于高湿分布的这个情形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应的一些概率分析 获得它对于这个机架的最大等效应力 应力强度或者是第一组应力 它们的这个分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情形 这就是我们进行大型液压机概率分析的这个目标 结构概率分析的一般流程的话 首先因为对于概率分析的话 我们知道需要多次的循环的进行计算 因此的话 首先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对应的一个红文件 以便在后边再进行循环运算之后使用 所以的话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把前面的 比如说液压机的几何模型 还有我们的有限模型 还有后处理的计算的这些 我们都要做成一个红文件 然后可以通过调域和执行红文件 进入概率分析模块 那么这个概率分析模块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就要定义相应的这些影响量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的输入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对应输出量 响应量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计算完成了之后 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随机变量的直方图 或者是敏感图 或者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样本曲线 那对于大型液压机的概率分析的要点 我们首先选择的这个单元是182毫单元 在建立几何模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对应的几何参数的分配 就比如说内进R1和R2的话 R1就是内进一定要小于对应的R2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我们首先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命令的话 建立相应的这个红文件 然后得到对应的完整的有限元建模的过程 然后在后处理中的话 我们要通过Singet这个命令的话 来进行对应的我们随机响应 刚才说的比如说最大等效应力 最大应力强度和最大第一组应力等等这些参数 然后进行相应的概率分析的这个循环 在红文件中的话 需要对概率设计的输入随机变量的话 事先要打它设置为参数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内进外进 还有对应的内压和外压 它的一些变化量 然后我们通过GET命令 把我们刚才所说的最大等效应力 最大应力强度和最大第一组应力 作为随机变量的参数 在组程序中 首先的话我们要调入红文件 调入红文件完了之后 就可以进入概率分析模块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PD-ANL这个命令的话 进行概率分析 然后通过PD-VAR来确定我们的输入 及响应的随机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PD-METH的话来设置随机处理的方法 还有概率分析的话 我们要大致要分析的这个循环次数是多少次 然后可以进行相应的概率分析 概率分析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应的这几个命令的话 给出随机变量的样本分布 采样曲线 概率敏感图等等这些情况 也可以通过GET命令获取随机变量的平均值和均方差等信息 好的我们来进入命令的文件 这命令的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前面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建立相应的液压机架的有限元模型 还有就是对应的后处理的红命令 那对于这红命令最主要的话 我们在这我们看进入后处理了之后 我们要进行这一项也就是对等效应力进行排序 通过GET命令把最大等效应力付给对应的这个参数 而对应的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大应力强度 这个是最大主应力 还有整个液压机架的这个体积情况 这一部分的话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红命令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入对应的红文件 然后进入概率分析模块 这个命令的话 我们就是要确定相应的这个输入随机变量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内压外压内进外进 它们都是服从高湿分布的这个情形 然后我们的随机响应量的话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最大等效应力 最大应力强度和最大第一组应力 还有这是体积 这个命令我们应该是设置的是随机处理的方法 采用的是蒙特卡勒方法 然后相应的这个循环次数的话是100次 然后进行相应的概率设计分析计算 计算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系列命令的话 就完成随机变量的一个采样曲线 还有它对应的一些敏感度分析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随机变量的它的平均值 那所有的这些命令的话 我们都可以生成或者输出一个计算报告 可以放在单前目录的下面的一个report目录下 好的我们进入ANSYS平台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对应的命令读进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需要计算大致100次 我们刚才也看到 就是我们在最后的一个命令流中的话 已经把对应的所有的计算分析结果的话 就输出到当前目录下的一个report目录 那么它所有的这个计算分析的话 形成了一个report文件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对于大型液压机的 大致的分析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这是最初的模型信息 那对应的输入量是什么 你看它的分布也就是内压外压 还有对应的内压外压 它都是符合高湿分布的这个情况 这是对应的输出参数的它的这个分布图 这是相应的这个计算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各分量的直方图 这也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最大等效应力 还有最大应力强度 还对应的最大主应力 它的输出结果的这个分布图 还有它对应的一些敏感度分析的这个图形 十分钟 学习覆机 以亗 mort议 感谢观看